本期话题 乌军拒绝进入巴赫木特战斗 欧盟疑似要亲自下场 欲甲界维和民意 向乌克兰派兵 俄方回应 末日鱼雷正在加速备战 近日乌克兰战场上的气氛越发紧张 俄乌双方都在频频调动一线军队 带有决战到来的意味 但是乌克兰内部突然出现 前线乌军拒绝进入巴赫木特和瓦格纳进行战斗 还有消息称 欧盟要亲自下场与俄军对抗 俄方对此回应强硬 部署战略核潜艇进行威慑 那么俄乌局势到底是会有怎样的发展方向 本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俄乌战事再度升级这件事 先来看一下事件经过 经过长时间对巴赫木特的围困 俄瓦格纳集团近日在巴赫木特市内 取得极大的战果 有消息称 俄方已经占据巴赫木特的中央区域 与此同时乌军状况百出 先是巴赫木特内的乌军得不到外界援助 已经开始投降 再是部分乌军不服从命令 拒绝进入巴赫木特战斗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距离俄军彻底掌握巴赫木特已经不远了 最近乌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 其背后的欧盟开始坐不住了 据报道 欧盟已经开始就出兵介入俄乌冲突开始讨论 但是俄方对此反应强烈 表示不管欧盟以何种名义介入 都被视作和俄方直接开战 这次俄方不是在口头上述手而已 俄军方亮出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和被称为末日潜艇的 别尔哥罗德号战略核潜艇表示决心 4月1日据俄媒报道 乌军第二巴领土防卫旅军人拒绝进入巴赫木特的阵地 乌军的这次表现着实让人意想不到 之前乌国防部长还在发表宣言 声称乌军即将展开反攻 这下突然就爆出乌军内部发生矛盾 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这下看来乌军内部出现了大问题 对于造成乌军士兵抗命的现象 可能的原因有三 其一是巴赫木特战场对乌军太过不利 俄军长达9个多月的围困 让巴赫木特已经成为了乌军的鬼门官 长期的围困让外界的人员和物资 无法进入巴赫木特 普通士兵一旦进入巴赫木特 立马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所以乌军士兵拒绝进入巴赫木特 其二是乌军兵元素质量有不齐 乌克兰国内十多次的强制征兵 让大量没有服役经验的普通人进入了部队 这些精兵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 在面对实力强劲的瓦格纳雇佣兵时 会迅速败下阵来 长时间的交战会让乌军产生巨大的伤亡率 精兵面对这种情况会很快失去士气 其三 乌军一线缺乏弹药 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亲口承认 乌军严重缺乏弹药 大海催促北约 尽快将后续支援送来 活力不足的乌军在面对俄军时 会处于一个极其被动的位置 更不用说让乌军突破俄军的封锁线 眼看乌军节节败腿 欧盟逐渐起了要亲自下场的心思 近日 匈牙利总理表示 欧盟国家正在讨论 是否可以以维和的名义 向乌克兰派遣部队 欧盟的这个举动 当即引发了俄罗斯的剧烈反应 俄方立马开展了洲际战略导弹部队的演习 对欧盟进行警告 同时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在必要时刻引进战略核武器保护国家 欧盟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开始 就有了出兵介入的想法 但那时乌军的实力还算可以 以及俄方的强硬表示 使得欧盟打消了这个想法 但是这次欧盟再提派兵介入乌克兰战场 可能不只是说说而已 俄军将战线控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凭借自身相对来说更强的军事素质 对乌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消耗 这样的消耗使得乌克兰无法积攒力量 乌军越打越虚弱 这次巴赫木特被攻陷就是直接的体现 长此以往 乌军会彻底输掉这场战争 到那个时候 欧盟就要直接面对俄军的威胁 欧盟这次派兵的举动 就是想要在乌克兰还没有彻底输掉战争之前 帮助乌克兰稳住战线 欧盟这次在俄乌即将取战的时候 放出要介入的消息 使得本就严峻的局势再次升级 令俄乌双方直接来到了核冲突的边缘 而俄罗斯这次之所以拿出核武来威胁 主要是因为 长达一年多的对乌战斗 对俄罗斯来说是巨大的消耗 如今俄罗斯的当务之急 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为了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直接插手俄乌冲突 俄罗斯会拿出自己的最强力量来进行威慑 俄方不仅要在白俄部署核武器 还在国内开展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演习 同时也加强了西太平洋地区的核力量 白俄地区的核武主要是对欧盟进行威慑 西太平洋的核武主要是对美国进行威慑 这次俄罗斯在太平洋部署的战略核潜艇 会给美国造成极大的军事压力 让美国不能肆无忌惮地介入俄乌冲突 从以上事件来看 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参与俄乌冲突 俄罗斯将只会使用常规武器和乌克兰进行一场决战 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决定介入俄乌冲突 常规战争极有可能会上升为核战 希望西方各国能够看清局势 不要再做出刺激俄罗斯的行为 最后有句话送给那些不嫌势大的西方国家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不断对俄罗斯做出挑衅举动 如果哪一天到了俄罗斯的忍耐极限 这会将他们也拖入战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